轄车一路行驶越开越偏近 撞进路边杂货店 吓得一群人从店内冲出 没想到一般人以为是车祸 但这居然是债务九分演变的事故 还有人拿着球棒对准驾驶 以正猛灰双方缠斗打到大马路上 其中两人扭打成一团 路过骑士看到赶紧下车制止 只见他们越打越凶 驾驶为了抢球棒 不慎砸中头部吓坏附近民众 事情发生在南头 原来是开车的42岁王姓男子 和砸货店称信老板 有47万元的债务纠纷 王姓男子救后开车撞电泄愤 结果被对方朋友拿球棒碰偶 而在台北也有暴力场面 有问奖下车冲向一名黑衣男子 双方爆发激烈推急拉扯 最后还出手痛 男子朋友超紧张 因为男子在冲突中被问奖持刀砍上 事发在台北东区 男子轻扯要搭车 向问奖要求等另一位朋友上车 但等太久 问奖请他们改搭别辆车 结果男子疑似关门声太大 让问奖瞬间理智线断掉回刀攻击 讯后将战性刺激依伤害罪嫌 移请台北地人署侦办 问奖情绪失控暴走 商人不但深意没做成 更让自己背上行则 记者综合不倒